4月1号实施将近20多年的原住民身份法出现重要转折 原住民与非原住民结婚所生的后代子女 究竟能不能跨过姓氏榜身份的门槛取得原住民身份 终于迎来最终判决 宪法法庭认为这项规定违反宪法保障原住民身份的认同权跟平等权宣誓违宪 当然我们是很高兴就是大法官也采纳我们的观点 认同说就是这个原住民身份法第四条第二项是有违反那个妇女的平等权 以生请人的视角来看 当代社会在原汉通婚的趋势下 小孩从非原住民父或母的姓氏 就直接丧失原住民身份的资格 将不力推动原住民的社会发展 而现在纵然可以取得原住民身份 但在司法院大法官判决后指出 原住民身份取得所需要的认同表征 应该把决定权交给各自所属的原住民族自主决定 而当务之急就是要建立身份认同的新机制 原住民的人口看起来 从数字上看起来好像有增加 但是实际上就整个人口比例来讲 他其实是缩减的 然后现在从几年前开始 连外籍劳工的人数都比原住民多了 所以就是说我们自己 我们好像自己刻意把 好像原住民女性嫁给 跟骇人男子结婚的这个 好像就把他剔除在外面 他们的生的小孩就剔除在外面 可是这其实对于整个原住民社会发展 其实不是一件好事 我个人以为了 这个事件只是说 这个条上对于身份的限制 违宪的情形 那如果宣告违宪 其实我们未来更重要的应该是说 我们怎么去建立一个 身份认定的新机制 除了学统以外 如果我们要建立文化连结 什么样的文化连结是适当的 身份认同的新机制 不仅要考虑到原住民族的集体权 以及个人权的融合 最重要的是要避免被歧视的结果 但先赋予你身份 再由各自族群设定认同表征 学者认为大法官视线中这个方向 也完全符合宪法增修条文 第十条第十二项 尊重民族意愿条款 那这次的这个判决更有意义的是 在最后那个许中立大法官 给未来的一些立法 一些建议的时候 其实有特别指出来说 应该要尊重各族的这个决定 所以我们可以预想得到 未来修法的方向 应该会回归 去了解各族的自己的想法是什么 尤其是在这个认同表征的 这个设定上面 依据宪法法庭判决 相关机关应该在两年内完成修法 但要修法有这么简单吗 但是两年的时间可能 恐怕在目前部落公法人都还没有 甚至很多部落 还没有部落会议的状况下 其实民安法有点难 是直接把部落会议或部落自主 直接写进去身份法里面 我觉得这个是时间的问题 要完的问题 那现在原住民族基本法 第二支一条嘛 他已经有那个部落公法人 其实就已经有法律依据了 只是说到目前为止 原民会一直没有去认定说 哪一个部落符合 符合部落公法人 如何在期限内完成修法 申请方诉论代理人认为 相当考验朝野协商和立法委员的立法技术 同时学者也指出原住民身份法的修法变动 也将牵动现行攸关原住民族的权力制度 而未来在社会福利资源的禁用 甚至是保留地的取得争议 除了身份之外 恐怕还会增加其他条件 才符合资格 另外也点出原住民族 目前所追求的自治 看似停滞不前 但从这次的判决来看 身份认同表征 由原住民族来自主决定 反而是推进原住民族权力往前进的一大步 原市新闻 台北市花莲寿风采访报道